车联网的未来已经可以预见 无人自驾的物流车小八公车 只要有摄影镜头和及时数据的引导 都能够在马路上爬爬灶 这在大陆江苏无席 已经有1200公里的智慧物联网道路 正在实验中 这几个路口都加装了雷尸一体的设备 那这些设备是可以全方位的 看到路口的这些行驶车辆 包括非机动车道跟行人 那这些信息将会传输到路边的这个箱子里面 然后有车联网功能的车辆 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将会接收到这些信息 不管是车对车还是车对人 CV2X的应用是目前努力的方向 我们的车辆采用了CV2X技术 革新部件是这块白色的预控制器 它融合了通信和自动驾驶的两部分功能 所谓的CV2X指的就是Vehicle to Everything 包含车对人车 车对号制 基础建设 周边环境 这所有的互联就形成了未来交通的面貌 中国大陆称为车路云一体化 但是也有衍生的安全疑虑 它全车遍布了各种各样的摄像头 包括麦克风 那这里面就有可能会去收集我们车主 以及乘客的一些个人信息 那比如说你的行驶轨迹啊 你的那个车内的一些对话 车辆搜集的车主数据 如果通通上传云端 怎么确保不会外泄 又或者是如果骇客入侵怎么办 现在就是用户正在正常的驾驶我们的这个车辆 然后我这里就可以模拟黑客 对我们的车门进行远程的攻击 实现远程开门的一个操作 而这些安全质疑 放在美中大国竞争的情境下 就升级成国安问题 现在美国出招了 美国商务部打算提议 禁止中国制的电动车软硬体在美国上路 目前希望在2025年1月20号 拜登卸任之前能够拍板定案 如果通过预计2027年就会先进中国制的软体 2029或是30年扩大至硬体 而且大陆制的自动驾驶车也不可以在美国测试 这让北京严正抗议 炮轰美国打压 而从业界角度来看 美国这样的防堵提案也可能是双面认 因为代表美国通用以及福特汽车 也不可以将大陆作为生产和出口地 而讽刺的是有不少大陆的汽车零件业者 现在最大客户就在北美 大陆浙江科桥这间专门做车身车床的业者 今年出口爆量 北美巴西需求都很大 如果真有禁令 对车商来说供应链势必大风吹 而对美国民众来说又会有什么影响 代表消费者只能够考虑比较昂贵的欧美车系产品 再来就是有没有可能防不胜防 我们融合国内和东盟市场 实现总部指导 印尼制造 东盟协同的三位一体化运营 因为大陆电动车现在拼的是产业链出海 首选合作伙伴就是东协国家 对于大陆车拼南向 印尼是张开双手欢迎 泰国马来西亚同样也是 那是否代表美国限制又要升级 这可能又会让全球供应链跟着大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